现在是7月份了 离其中选举还剩没有几个月了 现在这个时候正是所有人都在积极准备选战 候选人开始发力的时候 选举最重要的就是合法性和正当性 美国公民和绿卡最不一样的就是拥有投票权 但是在2020的大选中 我们看到在选举的过程中存在着非常多的漏洞 死人投票非法投票 一系列的卑劣手段毁掉了这场选举 直接影响到了我们现今的生活 有了前车之鉴 亚利桑那州的州长Duck Ducey 就在3月份的时候签署了一个HB2492的法案 那么这个法案要求选民提供美国公民身份证明 才能够在联邦选举中投票 万万没想到这样一个基本知识 居然还要被立成法律 更没有想到的是 立成的法律居然还要被告 周二 拜登司法部提交法庭诉讼 指控亚利桑那州的2492号众议院法案 违反了1993年的全国选民登记法和1964年的民权法 拜登的助理司法部长Christy Clark在一份声明中说到 第2492号众议院法案对某些联邦选举的公民身份要求的 反锁文件违反了国家选民登记法 亚利桑那州通过的这一项法律通过施加非法和不必要的要求来阻止符合条件的选民进入某些联邦选举的登记名册 从而使进度倒退 联邦法律是禁止非公民在选举中投票的 那么选举投票要看身份证 要看公民证 怎么会是非法和不必要的要求呢 如果不看 那要通过什么方式来知道你到底是不是符合条件的公民呢 对于司法部状告亚利桑那州这一个举动 亚利桑那的州长回应说 联邦法律禁止非公民在联邦选举中投票 亚利桑那州法律禁止非公民投票给所有的州和地方的办事处 并且要求提供公民证明 HP2492为亚利桑那的法律提供了官员如何处理 缺乏公民身份证据的联邦刑事选民登记申请的明确规定 言下之意就是 这一条法律的诞生更加巩固了联邦法对于选举的规定 针对联邦司法部的状告 亚利桑那州的检察长也发布了一条推文说 这又是新的一轮我与拜登政府的对抗 因为他的司法部继续试图破坏我们的选举法律 我们再次法庭上见 拜登司法部做出这样的行动 无疑就是为了之后的选举更加的方便 在一个买烟买酒都要看身份证的国家 投票选举居然可以不要看公民身份吗 这样做算是违反人权吗 这个理由是多么的荒唐可笑 在面对红色浪潮席卷全国的时候 他们没有办法使用任何方式赢得漂亮的选举 因为他们选择和真理站在对立面 只能够使用这种卑鄙下流的手段来夺得大权